木威二和内地情星还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说它的地质结构主要是由硅酸岩岩石组成 在木星磁场的影响下 木威二自身能够产生一个感应磁场 这说明木威二的表层内部很可能存在一个类似海水的传导层 核心处可能还有一个金属性的铁核 木威二的表面还包裹着一层由氧构成的极其稀薄的大气 但与地球不同的是 木威二大气中的氧并不是生物产生的 很可能是带电粒子的撞击和阳光中的紫外线的照射 使得木威二表面冰层中部分水分子分解成了氧核氢 氢因为原子量低而逃逸 原子量相对较高的氧就被保留了下来 2011年哈勃望远镜发现了从木威二表面喷扭而出的间歇拳 这些喷泉中最高的达到200公里的高度 从哈勃拍摄的图像中 可以确定木威二南半球的两个不同区域有着过多的氢核氧 而且是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些氢核氧是由木威二喷射出来的水电解而来的 尽管条件也挺苛刻 但很多证据都表明 木威二的冰壳之下确实存在着一个温暖的海洋 而且还可能是一个拥有丰富水热条件适合生命诞生和维持的世界 因此木威二的冰下海洋成了科学家寻找地外生命的目标之一 如果我们以木威二上的海洋和冰层加起来的厚度是100公里来算 木威二上的水大约有29亿立方公里 是地球的两倍多 而且科学家还推测 木威二的海底应该还存在地质活动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热源 使得这里的海底环境与地球上的深海热泉 以及南极的沃斯托克湖非常相似 要知道地球的热液喷口 科养活了一大堆深海生物 所以这种环境很可能存在一些世纪生物 比如琼莲 南极林虾